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增190宗新冠病毒个案 太古城麦当劳多两个人确诊 拜登警告一旦大陆武力攻台 美国会军事介入 北京说在领土完整问题上 没有妥协余地 暢身内容 通胀回落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上个月按年升1.3% 政府说新鲜蔬菜供应稳定 但外出用膳 能源等的升幅就加快 新冠疫情下经济未有太大起息 但上个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按年升1.3% 比起3月低0.4% 剔除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 基本通胀率是1.6% 比起3月未低0.1% 基本食品价格上升5.2% 医里外出用膳及外卖升超过3% 交通升近2% 电力 燃气及水就由3月下跌2% 转升0.2% 私人房屋租金就录得跌幅 政府说通胀率未跌 受惠于新鲜蔬菜供应稳定 基本食品价格的升幅放缓 但是外出用膳及外卖价格 因应疫情减退而升幅加快 能源相关项目也有显著升幅 有学者说通胀升幅放缓是意料之外 又认为未来通胀率维持在大约1% 因为通胀太低 经济动力不足 其实大家都没有好处 经济活动慢慢恢复 就业不足和失业率应该会有改善 但是物价应该比较走线 所以在过渡期 就业不足和低收入的朋友 应该会有一个比较痛苦的经历 政府也说很多主要经济体通胀高企 与其为外围价格继续带来压力 但是因为本地成本压力仍然大致轻微 通胀短期会维持温和 有关注组织说 基层市民仍然未在疫情冲击下復原 即使政府派发消费券也帮助不大 疫情之下不少市民可能都有同样的感受 鱼和生果都贵了一些 超过百分之十 如果这样十元八元都可以了 其实现在都贵了一些 一直贵了我觉得那些东西 没有便宜过 如果有什么突发事件就更贵一些 就算用消费券都是 面对失业率创10个月高位超过20万人失业 有关注组织说不少基层的家庭 还未走出受疫情重创的阴霾 有些仍然找不到工 有些恢复的工都是开工不足的 开工不足的就不太多 而且有些工资都会低了 肉类和菜贵得很重要 另一个就是奶粉 都是会贵的 对他们来说一个开支是大 连消费券他都未必可以拿来做消费 因为他们有些就跟包租业主讲来 折让我们来交租 就是他帮包租买东西就当是交租 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他真的没有钱 有关注基层的团体就建议当局 可以延长市民银行资助的 8个星期时间和份量 并且放宽申资格 给更多的基层市民可以受惠 消费会一直都有比较 三间超级市场近100行的货品价格 最近不少都录得升幅 但预计随着疫情稳定 部分货品或者会减价 但第二期消费券暑假会发放 担心商户或者又会加价 如果你想到经济去复苏的话 只要每人走多步 给多些优惠的消费者 去刺激他们的消费肉 你虽然可能赚少一点点 但令到经济可以蓬勃回的时候 其实都是帮助整个香港整体的社会 消费会说消费者救命的时候 要认清实际需要和多些价格 无线电视机者吴家軒不道 本港新增190宗新冠病毒个案 是第五波疫情回落以来的新低 而太古城麦当劳 再多两个顾客染疫 大BA点2.1、2.1的美国返港夫妇 今个月13日曾到访过的太古城麦当劳 多两个同时段堂食的顾客确诊 其中67岁男人住在太古城婆阳角 经强制检测找到 当日和家人一起去帮衬 另一个是76岁女人 住在九龙湾丽丁花圆绿座 上个星期四经大厦维峰强检发现 两个家人昨天也快測阳性 那个女人上个星期一至四 度访过四家食肆 包括铜锣湾仪和街麦当劳 和旺角河里活商业中心的杜香茶居等等 纳入强制检测 当局说已经采集了环境样本调查 当局又说当日有二三十个顾客近有 昨天曾经确诊而不用强检 其余百多人部分未有结果 而星期日公布确诊的女顾客和两个男孩 病毒基因排序未完成 学校情报多19个学生和两个教职员阳性 三间九龙区的小学 一个星期内录得至少两宗个案 其中一间有一个老师 和他任教的两个不同班的学生先后确诊 输入个案就有28宗 对于第五波疫情回落以来 第一次跌破200宗 当局说近日各项指数 例如污水检测病毒阳性率平稳向下 预计个案有望程下降趋势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雨龙估计 本港下一波疫情会在年底 由新变种病毒引起 重新长者要打最少三针 以预防重症和死亡 Omicron变种病毒去年最先在南非出现 之后发展成其他亚营 包括BA.2 并且快速在欧亚地区扩散 包括本港第五波疫情的主要源头 个女患者由巴基斯坦经迪拜底港 再在检疫酒店流出社区 不少人担心将会爆发第六波疫情 由专家估计全入香港的模式和第五波相同 刘雨龙说如果再有新一波 应该着眼预防重症和死亡中数 而不是会有多少宗个案 重新长者有必要尽快接种至少三针 避免重演第五波疫情 大量长者入院和死亡的情况 预防重症和死亡是我们的记忆T细胞 记忆B细胞不是抗体 而能够逃脱这个记忆T细胞的能力不是很高 例如Omicron都是能够逃脱到两成左右 但是逃脱这个抗体就是差不多基本上逃脱了 如果你去到BA4、5 基本上逃脱到所定无几 所以现在打针 大家都要明白不是为了有抗体而打针 而是为了我们可以感染完之后 没有重症死亡而打针 他又重新身体健康的18至59岁的人 不应该打第四针 因为三针已经有足够保护 短暂外游或留学的人才有需要接种 而第四针防感染期只有一至两个月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军报道 北韩单日新增超过16万7千宗发烧病例 再多一个人死亡 当地位移顾军方高层元战海 举行高规格双礼 出席并车有份扶宁的金正恩 专程没有戴口罩 北韩领袖金正恩 本星期一在平壤出席已故朝鲜人民军元帅 袁浙海的商礼 没有戴口罩的他并为袁浙海赴灵 而现场除了仪仗队成员之外 出席的军政高层都有戴口罩 灵救之后由425文化会馆 而送外国列士零下桑 北韩国营电视台片段中可以见到 沿途数以千计戴着口罩的军民 向袁浙海的灵救鞠躬致意 朝中社形容袁浙海是金正恩父亲 已故领袖金正日掌权时的纵神 更是他负责培养金正恩成为接班人 今次亦是自2011年金正日国葬之后 北韩少有的高规格喪礼 可见袁浙海的地位 连同这场喪礼 金正恩近日几度现身都已无戴口罩 而平壤当局公布的新增发烧病例 也继续回落 星期一公布多167,000多宗 是连续第二天少过20万宗 再多一个人离世 至今累计68人死亡 死亡率只是0.002% 也较南韩的0.13%低得多 平壤当局说 随着全国各单位的危机责任意识 进一步加强 加上严格的地区和单位封锁措施 防疫工作持续好转 会确保农业生产正常进行 药厂也正是加近生产 但却没有透露生产什么药物 毛线日记者 曾经零报道 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 警告一旦大陆武力攻台 美国将军事介入 并且公布初步有十几个国家 参与的印太经济框架 在北京外交部反对拜登的言论 强调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 没有任何妥协退让余地 在日本展开亚洲之旅第二站行程的 美国总统拜登 在东京赤板迎宾馆 出席手上岸田文雄为他设的欢迎仪式 两人之后举行会谈 并且召开联合记者会 在台湾问题上 上任后首次出访亚洲的拜登 打破美国以往避免 给予台湾明确安全保障的做法 表明美国愿意以武力捍卫台湾 台湾关系法并没有要求美国在台湾一旦被大陆攻打的时候军事加入 有白宫官员说拜登的言论不代表政策有变 拜登又承诺全面参与日本防卫 包括加强美国提供核保护傘的威胁力和应对力 并且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拜登之后又公布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 强调会为区内带来具体利益 其他参加的国家包括日本、南韩、澳洲等12个区内国家 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四成 被视为要抗衡中国在区内的影响力 不过拜登说正研究下调前总统特朗普时期宣布对华实施的关税 在北京外交部坚决反对拜登有关武力防卫台湾的言论 说台湾问题和乌克兰问题不同 在设计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 中方没有任何妥协推浪余地 任何人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发言人有质疑美国以经济手段 脅迫地区国家在中美之间船边站 说孤立中国最终只会孤立自己 无线电视记者杨洁宜报导 澳洲工党党魁瓦尔巴内塞宣誓成为总理 后起程去日本准备出席四方安全对话峰会 他说和中国关系仍然是处于艰难时期 中方就说愿意和澳洲工党政府 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领导工党赢得大选的阿尔巴内塞 在总督克尔利监制下成为澳洲第三十一任总理 同日宣誓的四名新政府核心国员 包括生于马来西亚的外长王英然 副总理兼就业部长马尔士 财长查默斯 金融服务部长加拉格尔 阿尔巴内塞后去日本 准备星期二出席四方安全对话峰会 他表明这是新政府向全球传递信息的好方法 除了应对气候变化 亦都代表澳方尊重民主 重视长期盟友 他起程之前见传媒 说星期日晚收到美国总统拜登的来电 形容双方谈话正面和有成果 他强调澳美两国关系至关重要 说到近年澳洲和中国的关系持续恶化 阿尔巴内塞直言 两国关系仍然处于艰难时期 有澳洲传媒引述内地研究员说 相信在工党上台之后 至少在人民外交和社会交流层面方面 为改善中澳关系带来一些可能性 在北京外交部祝贺阿尔巴内塞 领导澳洲工党赢得大选 中澳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符合两个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也有利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繁荣 中方愿同澳大利亚新一届工党政府一道 总结过去面向未来 并持相互尊重互利供应原则 推动中澳全面战略合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环球时报》发表社评 说澳洲突然激进反华 是近年最莫名其妙的国际现象 评论说在美方不断加强对华博弈下 澳洲应该从自身的利益出发 在发展和安全之间取得平衡 希望澳方早日找回对华理性 不要对中国强大发展视为威胁 报线电视记者朱绍琳 本地消息 今年是香港特区成立25周年 匡民署推出预算3亿元的兴回归活动 有多航空落设施 7月1日免费对外开放 7日回归纪念日当日 大部分室内、室外康落设施 公众游泳池和水上活动中心等 以个人身份使用 都无需缴付租用或入场费 市民下个月25日 可以透过康体通预定场地 或到场地柜台排队轮候 先到先得眼满即止 耗静的市民可以选择去赏花 康民署下个月起 会在全港48个主要地点和公园 例如沙田和九龙公园等 布置慶祝回归等主题的花场 花海和花圃等市民打卡留念 赏花的同时亦有活动 康民署在九个核下场地 设置慶祝回归的棋盘地画 加上大型色仔 市民可以化身做棋 在现场捉一场巨型的康洛棋 而参与指定的庆祝活动 集齐印章 可以援领到同款的康洛棋一盒 还未够 下个月在荔枝角、天水围等公园 康民署会举办欢乐公园 设置摊位游戏和工作坊等 各间博物馆也会举办不同主题的展览 如科学馆会展示珍贵的恐龙标本等 维港两岸亦会有大屏幕数码投影 缔造节兴气氛 康民署处署长刘明光预计 活动预算花近3亿 当中超过2亿 会由慈善团体基金资助 刘明光又说如果疫情转趋严重 会跟随卫生当局指引 调整各项活动的防疫措施 母纤烈士记者卓月曼报道 立法会小组委员会经过两次会议 完成审议政府架构重组的相关修例总案 预计下月15日提交大会審议 研究政府架构重组方案的 立法会小组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 多个议员继续关注新设的三个副司长 具体职责和分工 制度化的分工等社会各界 甚至到公务员团队 心中有数更加有信心 而副司长也不会变为无兵司令 后任行政长官也表示 因为他真的很着重团队的工作 现在组班 他很希望跟团队 是三位司长去商量司长和副司长 就着这些指定的范畴指定的项目 到底是大家如何分工法 所以恐怕大家都要给少少耐性 为什么不等司长连班 再谈得清楚些半年后 将文件有具体的处理方法 交给立法会讨论和通过 政府架构重组方案内 未有列明重则中央政策组 后任特首办说 李家超十分着重政策研究 上任后会再交代相关的工作架构 至于原有创新办的去向 也会留待李家超决定 小组委员会完成审议工作 下个月15日会提交大会审议 如果当日获三读通过 就会在17日刊献7月1日实施 而政府下个月也会向财委会 和核下的人事编制小组委员会提交建议 审批重组所涉及的拨款开支和人手 慕斯尼斯记者 扎岳曼 律师会抗认收到涉及612人道支援基金案 有律师涉嫌专业失当的投诉 更调是重视律师操守 会按既定程序调查 现阶段未能透露詳情 包括涉及几多个律师 警方国安署今个月中拘捕 612人道支援基金所有的信托人 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 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 榮优主教陈日君 立法会前议员吴靠仪 和艺人何韵斯等等 警方国安署同时发现 有律师和大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时候 涉嫌专业失当 消息说相关的行为 包括有个别的大律师向司法机构声称 以义务的形式代表被告 但实际收取基金给的费用 事隔过几星期 律师会确认收到相关的投诉 而投诉人不止一个人 强调按照既定的程序公平公正调查 投诉成立之前 他都是无辜的 所以我觉得是真的不公平 如果在这个阶段 已经披露被投诉人的身份 又或者他的事务所在哪一间 在这个时候是不适当的 绝对有机会被投诉人去答辩 所以我们也会在这个过程中 尽量去搜集证据 会作出一些合适的询问 看他的回应是怎样 所以在在这些 其实很难在这个阶段 可以跟大家说到需要多少时间 律师会说收到投诉之后 会交由三个人组成的独立小组 调查和审视投诉 若果性质严重 可以转交由中审法院首席法官 委任并组成的独立审裁处 决定是否有违规 最轻的一些罚则就是 例如我们出一些信件 去提醒他你做错了 或者你有可能违规 如果是真的严重的话 而最严重真的可以脱牌 但那个并非香港律师会内的权力 那个权力是行使一个独立的審裁处 他又说今次是第一次收到 来自警方国安署的投诉 过往不时也会收到法院 政府部门和公众的投诉 无线电视机在中卓期报导 4月4日稍后回报导 北京感染数字上升 多个区收紧防疫管控 上海对外交通逐步恢复 不少打工和读书的人陆续回乡 回来新闻时间 内地新增800期中新冠病毒本地感染 其中上海佔了558宗 另外多一个93岁女患者死亡 当地对外交通包括铁路和航班逐步恢复 不少打工和读书的人陆续回乡 车站外面出现人龙 天到眉光 这条通去高铁红桥站的天桥 已经出现大批推着行李的旅客 去红桥站的地铁也都迫回乡家的人 根据现时疫情防控的离户政策 旅客需要凭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 和24小时内抗原检测的阴性证明 当日有效车票和健康码录马才可以进入站内 站内有用完的快速抗原检测包被人扔在地上 不少旅客都穿着防护衣 后车大厅也逼满旅客 部分人坐在行李箱中等候验票上车 有内地传媒引述上海铁路公司说 目前每天载客至少1万人 当中大部分是离开上海的旅客 乘火车难 乘飞机也不容易 在上海读大学的港人专业 经历过几月的隔离生活 过几星期前回香港 他说最难的是找车去机场 价钱真的有点贵 因为我问了差不多5、6司机 其实他们的价钱大约是 坐落于500元到1200元 听过我有些朋友甚至去到1500元都有的 有点紧张的 我是怕我们坐在的士路上 其实也有很多警察在截查 有没有核酸那次 最终他在住户办的协助之下 用了大约500元人民币 顺利抵达机场回香港 至于离户航班只是恢复少量 在浦东机场 星期一全日预计只有6班客机起飞 而内地的大数据平台显示 离开上海的人口近一个星期持续上升 最新数据显示 当日有2.3元去江苏省 其次是安徽省有近2成 第三是浙江有1.5元 在广州南站 全日有一班上海出发的高铁抵达 乘客到复后要全程闭环管理 集中送去检疫设施 根据规定 他们要接受7天隔离 和7天自我健康监测 无线电视记者陈树仪报道 北京星期日新增83宗确诊 和16宗无症状感染 但以确诊数去计比上海55宗更严重 北京感染中数持续上升 市政府呼吁市民尽量留在家 减少人员流动 但一般市民仍然可以外出 当它持续封控 消防部门就出动经过改装的消防车 在街上噴灑消毒制 部分核酸采氧站出现人籠 国家卫健委日前建议 将核酸检测常态化 和建立15分钟核酸采氧圈 被质疑成本高 当局就说防止疫情爆发 就是最低的防疫成本 常态化的核酸检测 可以说是要根据当地的 疫情防控的需求来决定 绝对不能一刀切 只有立足以防减少病例的发生 减少波及的范围 才能够使得我们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得以维护 才能够使得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 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下去运行 而截至星期日 内地有12亿5千万人打坐2剂疫苗 7亿7千万人打坐3剂 母线电视记者陈雪仪报道 内地全国高考将为下个月7日到10日举行 多个地方要求仍然滞留在外省的考生 必须提前14日回到认考地区 其中爆发新一轮疫情的北京 就要求考生接受为期14日的健康状况监测 每日量度体温 并向学校或报名单位报告 期间不可去中高风险地区 至于深圳考生应考前也要接受3日3检 并在开考第一科前24个小时内做核酸检测 出示相关阴性证明才可以获准参加考试 而上海早前宣布 高考和中考都延后一个月到7月举行 台湾新增66,247宗本地病例 由高位稍微回落再多40人死亡 新北渐增多有15,000多宗 汽车桃源有8636宗 新增的40宗死亡个案当中 包括两个幼童 其中一个1岁、无慢性病的男子 在家睡眼觉 被家人发现昏迷 送院抢救后不治 在医院的检测结果是阳性 另一个3岁男子同样是无慢性病 在家快测阳性 凡高烧和四肢抽搐 下医院不治 死因是脑炎 台湾累计 有4个染疫的小朋友死亡 全球多个地方出现猴斗个案 全球多个地方出现猴斗个案 据报给利时决定强制患者自我隔离21日 医疗专题会说下疫情下要特别注意可能出现抑郁症 本来新闻时间 菲律宾一手再有过百人驾到轮起火 造成最少7死23人受伤 仍然有7人下落不明 事发在星期一清晨 杜伦由玻璃略岛出发 在驶到马尼拉附近的雷亚尔市前突然起火 杜伦当时再有134个乘客和船员 当局相信是引擎冲最先起火 正是调查起火原因 南韩总统韵石月嫁夫人金建希涉嫌偽造李力 警方展开调查 南韩传媒报道 金建希认证大学职位时 暴称在2002年开始 担任南韩游戏产业协会理事三年 但那个协会2004年才成立 另外金建希还声称 2004年获首尔国际动漫至大奖 但实际获奖的人并不是他 首尔警方说 由于目前未能排除他的嫌疑 在纵合国方意见后 决定向他展开书面调查 并会向有关大学了解情况 全球多个地方累计通报 120宗喉斗确诊和疑似个案 比利时据报决定 强制患者自我隔离21日 成为全球首例 而英国亦建议密切接触者要隔离 比利时传媒报道 卫生部门报告4宗喉斗病例之后 上星期五 要求患者进行21日自我隔离 成为全球首个强制喉斗患者隔离的国家 而有20宗个案的英国 亦建议密切接触者自我隔离21日 高危人士亦应该避免和孕苦 12岁以下儿童等接触 喉斗原本主要在中非和西非爆发 世卫说自今个月13日以来 全球12个并不是喉斗病毒流行的国家 已经报告92宗确诊 和28宗疑似病例 主要来自欧洲 其余分布在澳洲、加拿大、以色列、瑞士、奥地利等地 阿根廷卫生部星期日说 布宜诺斯·艾里斯发现一宗疑似喉斗病例 病人曾到过西班牙 目前正被隔离 而美国疾控中心也说 当地可能出现第三宗个案 那个佛罗里达州患者曾出国外游 喉斗的症状和天花相似 但较轻微 例如发烧、头痛、淋巴结肿大、出皮疹等等 病症通常持续14至21日便会自己康復 接种天花疫苗对预防喉斗非常有效 但全球在1980年消灭天花之后 天花疫苗已不再被公众使用 联合国外滋病规划处说 近日爆发的喉斗病例 有很大部分出现在男同性戀、相性戀 和其他男男性行为者身上 但最可能的传染途径是和喉斗患者有身体接触 不应该将性小众和非洲人污名化 无线电视记者林重慧报道 卫生防护中心说如果本港出现怀疑喉斗个案 患者要隔离21人 我们今天都会出信给私家医生 希望他们留意这个情况 及情报一些怀疑的个案 如果真的有怀疑的个案 在香港来说我们都觉得需要隔离 因为其实始终都有传染性 一般隔离的日子都是看潜伏期 处染期 所以21日一般来说都是症伤 一个学生怀疑被巴士座椅上的针刺伤 怀疑被吉伤的8岁学生协助警方调查后 由家长陪同上救护车送院检查 现场是南区田湾街公共运输交回处 早上8点由巴士司机报案 说他驾驶43m号乘8 下层有学生被座位上的针刺伤 警方倒场调查 在车上发现一枝长5厘米的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